40秒 有打了40秒給我嘛 這個不專業的 真的 體育TNT的朋友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最近我也得到 贊助商的支持 Mini Challenge 和亞洲挑戰賽 送了幾十份底品給我們 辦法很簡單 只要在我們影片下面的留言箱 就留意 以及在Facebook上like我們的項目 以及在我們訂閱的訂戶 就有機會得獎 經過抽獎之後 就會通知大家 聯絡之後就獲獎 今年新的用途一樣有機會獲獎 先喝一口 體育T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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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很開心愉快的 因為團隊的成分很高 甚至也試過一些劇本 演完之後都不知道有劇本說什麼 也都有 這麼深奧的 他的思想性 真的 我試過有一個波蘭的劇作家 英年早逝的 他不知道32歲是死的 但是他留下了一些劇本 我做過一個戲叫做《神起者玫瑰》 做完之後 我們就叫做 去遊船航慶功 我在船上問導演 究竟他想說什麼 其實那個戲說什麼 我以為已經很醜了 做完也不知道說什麼 但是導演告訴我 其實我也不是很掌握到他想說什麼 那時候的劇彈會是這樣 但是 如果相比之下 現在看到的舞台劇的演出 那個娛樂成分 已經高了很多 所以以往 可能有人會覺得 阿萊是不是看畫劇 什麼畫劇 不懂看 什麼人家 不懂看 是會有一些人害怕 就是覺得 很深奧 現在不去了 現在無論你在傳統劇場 或者你在一些大的演出場地 演出的戲 你都會覺得 還有很多因為藝人又做演舞台劇 是的 這樣變成跟公眾的感覺 是拉近了很多 但是你覺得這幾十年 其實香港舞台劇的發展是怎樣 是因為以前是太多 就是外國的劇 所以表達不了 還是那時候人家還沒接受 還是表演的藝術還沒到呢 我說其實真的不是這個圈子的人 我不敢搬門弄斧 不過純粹從一個 就是邊皮蚊車邊的 沒這麼說 經歷過的人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 從我讀書到現在三十幾年 香港的劇場其實的發展變化很大 是 蓬佩了很多 那個基礎開闊了 是 劇總闊了 還有本土創作呢 由我以前說話近時的理由 是 到現在其實呢 本土創作是佔有一定的比例 這個是很值得高興的 演員 導演 舞台製作技術的水平 也高了很多 原因呢 你也一定明白的了 因為演藝學院 是的 演藝學院的成立 在台前幕後 和舞台管理上面 都訓練了很多專業的人出來 現在那些 譬如我們 黃秋生 黃秋生是早期APA的畢業生 那時候很多演員 都是 已經其實在娛樂圈的了 不過呢 又覺得自己 未夠一個學術的訓練 於是 演藝學院成立了之後 回去讀書 是 讀完書出來 真的親身經歷 和理論基礎都很強 所以早期的 演藝學院的畢業生 是特別扎實的 嗯 講到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 另一部分呢 就是 我和你又有另一個分別呢 就是 我一直想打台做 打台做 那你有大部分時間呢 就是早期呢 都會 壓死了 跟大家打獨台 其實 那段時間做 ATV做了這麼久呢 有沒有想過 哎 始終TVB比較大 有沒有想過 我過TVB 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算不算過TVB呢 都算的 都算的 但是就不是在 呃 不是全職 不是全職 還有不是說一個 就是很 呃 怎麼說呢 就是ATV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 你是代表了一個體育組的 沒有 你代表一個體育組 我代表了一個 但是TVB始終就是 如果你過去的時候 就是你會覺得 啊我要需要一個位置 或者是 需要一個承諾 我想就 我又沒有這樣想過 因為我從來呢 其實做電視呢 我想我跟你相思這麼久 你也知道 我一直都有一份 全職的所謂寫字立功 其實呢 我就沒有全身投入那個 所謂的表演 特別是電視 或者傳媒的工作 我都沒有全職做的 那時候做亞視呢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唯一人生 全職做過的一間電視台 就是亞視 那在亞視 我其實不是做幕前的 只不過呢 當時世界盃的需要 就叫我 那你出來說吧 那我又 恩利成變 才開始 在鏡頭前面 第一次出現 就是90年世界盃 90年世界盃 完了之後呢 很感謝你們 當時 也有給我一個機會 在 如果我沒有記錯 不知道是91還是92年呢 那又 以自由身的身份 freelance 這樣幫TV 有做一些節目 是 我記得 當時有些明珠台 尤其是明珠台 有了禮音這種技術之後 那個需求是大了 是啊 還有我們 什麼叫做一腳踢都可以 就是你給紙稿 你自己翻譯自己什麼 搞定它 都可以的人 又好像多了一個 新的空間 所以我記得如果 我在無線 freelance 幫忙 手做節目 都去到96年 才 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有線 就開始 越來越多了 大家都是 比此為一個競爭的對手 就不再容許你 我一個人做那麼多的台 要選 所以就 選了留在有線 也有三四年 叫做freelance 幫TVB 做節目 其實你也做過很多 ATV TVB Cable ESPN Star TV 都做過 那麼多的台 你覺得風格有沒有不同 很不同 當沒有收費台的時候 全香港只有兩個電視台 那時候無線和阿絲 是兩個世界 是 雖然兩個台在旁邊 都在那邊 但是兩個世界 他們的運作制度 那些東西 完全不同 那麼 當然收費電視出來的衝擊 是很大的 是 只有收費台才能夠 可以播這麼多 24小時播體育 綜合性的免費電視台 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個一個衝擊 就是在有線開始 四大聯賽、五大聯賽 全部盡收在一個台之下 其實多數是改變了 香港人的生活形態 不想給錢看球賽 就週末約出去 去BAR一起看 那時候很流行的 九二九支 成為了一種生活形態 對 約一起看球賽 所以那時候的BAR 如果你沒有足球看 你會收皮 是啊 所以雖然牙痛的聲音 說收費收得貴 但是你不給就不行 是啊 但是他們應該也都明白 阿萊更加明白 其實香港呢 放進一些 體育節目的反決費 我們給很高的 超高的 其實你 不合比例地貴 怎麼收你都收不回那個錢 所以呢 台收你貴 其實他不是在賺你很多錢 沒有賺 真的是貼給你的 真的是成本高的 所以這個也是現在 就是電視再播 體育節目一個很大的障礙 一個半斤石 因為香港市場是這麼大 你的版權費不斷飆升的時候 就令台越來越來負擔 嗯 但是你喜歡做哪個台 給你自右選 或者說風格 我去到各個台 我都會適應 無先是最容易做的 是 因為你會知道 譬如所有的背套呢 很齊備的 你的人道呢 幾乎都準備了給你 我做世界杯的那一屆呢 連尼龍床都有的 是 兩場波之間可以進去 粉粉都做得 收費台 我最初看著有線的誕生 靈 是 什麼都沒有 什麼制度都沒有 沒有服裝 沒有化妝 沒有資料搜集 又是你自己 自己搞定 那又是一種在艱苦裡面 去成長的 的經驗 不過好處就是 你的滿足夠大些 因為 就是 什麼你都有份參與 好了 談到這個為止 體育T&D的朋友 要大家幫幫忙 看到下面有個訂閱 或者訂閱的紅色鈕 麻煩按一按 那就證明你支持我們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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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